本期视频是由CultureSense马来西亚插画展赞助播出 如果你是画家,那我就要成为插画家哟 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 这里是新闻爆爆看,你好,我是主播洪耀文 我是主播卢卡斯 首先先带您关注一则我国重大的青少年吵架新闻 早前大马网民的脸书上就充斥着Cody和宋盛这两位YouTuber之间的吵架新闻 不得不说这起吵架事件的热度直接盖过了首相敦马的中国之旅 以及销售税重新面世的重大社会新闻 是的卡斯 这起吵架新闻绝对可以堪比国家大事 它牵动着我国年轻人投身YouTube圈的前景 它动摇了人类文明和平共处的基石 因此大家才会去关注的嘛 这绝对不是因为大马网民比较爱看娱乐八卦 不理国家大事哟 是的,由于这起吵架事件错终复杀 堪比中美贸易战 本台在此就不多加赘述 大家可以看一看以下的片段 复杀的兔有人念第三生 有人念第四生 那是我的问题 你的Google传说发出来的声音也是念第四生 但是写着第三生 所以 复杀 我要带自己向他道歉 因为我真的不懂他是那么认真的 然后又不能开玩笑一个人 在你的影片里形容我很小气 玩不起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我跟你真的无怨无仇 你的目的是什么 就只是为了诋毁我吗 也因为这件事情 知名网红Cody就掉粉无数 在此本台就要表示 其实我们是非常欣赏Cody的 因为单单是他一天掉的这个粉丝数量 就已经是本台粉丝的十倍之多了 真的是非常的令本台羡慕了 除此之外呢 这个送声的订阅数则是急速的上升 看来吐槽网络宏人 原来就可以获得这么多的观众观看 本台之前还傻傻的冒着生命危险去吐槽国阵政府 真的是好傻好天真呀 再来让我们来关注一则 穷人不需要喝汽水的国内新闻 近来我国财政部特别官员潘检伟就建议 要政府征收汽水税 来为国家带来更多的收入 同时间潘检伟也强调 汽水税绝对不会增加低收入阶层的负担 因为穷人不需要喝汽水 是的这也意味着其实大家司空见惯的可口可乐汽水 就如星巴克咖啡一样都是高档产品 只是有钱人才能够使用能够付得起的产品呀 是的潘检伟的这番言论确实就让许多想要挤入上流社会的穷逼们振奋万分 只要你愿意踏出你的家门到附近的杂货店买下一罐经典的可口可乐 并且勇猛的惯下他 那么恭喜你你就不再是穷逼了 你就是有钱人了 这种把喝可口可乐当作是富豪的标志的标准 真的是好棒棒的 是的本台相信潘检伟此言一出 大马人民绝对会一窝蜂的想要去购买汽水 以便能够成为上流社会 这绝对会刺激汽水的销量 为国家带来更多的营收 果然是深谋远虑呢 是的也希望各位陈末读书多多分享此视频 让你身边的穷逼一朋友们 都能掌握成为上流社会的关键诀窍 请问的最后 本台要为这一期的金主爸爸Culture Sense打一下广告 是的配合国庆日的到来 Culture Sense就将于9月12号到9月14号 于新山的Sutramo举办一场马来西亚插画展 预知更多的详情 也可以点击我们视频的下方来知道更多 好的本节的新闻就是这样 更多的消息 你还可以订阅本台的脸书专业 以及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